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协会成立十五年了 社会当中对我们的认知到底是怎样 十五年前 运动神殿祈禀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秘密 今天弄了三个字 是我们成立之后 为了豪气 好认知 所以取了一个俗称 过了十五年 我们很想知道社会当中究竟聊聊了多少 所以在今年三月份 我们就用电话的一个十五场调查 做出来的结果 让我们吓一张票 第一 其实如果没有提示的话 一百人当中只有三个人吃到贱动人 这个是在很张气时代的 还好提示之后呢 大概有六成的人 老师都听过贱动人 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 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其实是很混淆的 尤其是会跟其他的疾病混淆 比如说有人看到一共生眼泪 说这是天动人 一共生眼泪是小脑所症 还有呢 这个会被误解 什么脊髓损伤啊 中风啊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疾病 那严重的是呢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民众呢 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 比如说四肢无力啦 肌肉萎缩啦 口指不清啦 这个四肢的感觉异常啦 或者莫名其妙的跌倒啦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诶 不知道要到看哪一刻 那么我们的这个调查发现呢 大概有两三成的这个病友呢 他是经过 就是他看错医生啦 对 看错科了 比如说去看这个复健科啦 去看这个中医啦 那么去看耳鼻喉科啦 去看股科啦 那么也有被开刀的 也有买了一大堆的复健器材的 那结果呢 这种肢无力的情况 并没有越来越好 这种肢没越来越来越多了 谢谢大家